他是要說臺灣 因為副總統去摸美國的大腿 所以是要去創美國的 經濟利益 大陸是警察 跟你說不通這樣 你貼我是自己的 不讓我從那裡去 所以這兩兵 所以警察跟強盜是一國 不管怎麼解釋 柯P這樣當然是大家會感受到 不理督 並沒有那麼單純 因為柯P是不理督在反映副總統 我們現在說副總統 他這次去拖就是什麼 他頭領家 頭領家又不用了解八尾 所以拖十幾% 鬆到要死 但是會很難 我要跟大家說 第一時間 習近平他拿出這個15點的時候 他剛好拍文 當然他沒差 民進黨接情 國民黨接情 我對台灣的台東就是一冠 對嗎 一個中國的環節 所以他去拖一個一國兩節 放在頭上 一國兩節就去讓 副英文抓到目膽 好 妳昨天在等你這句 因為一國兩節在香港 已經去拿賽拿到炒魚了 所以台灣人聽到一國兩節就拖了 但是你如果看他裡面有說到嚴重 不是他說 廣播 我們廣播 國階別就是說所有 學生也好 人民也好 參拜才也好 律師也好 學者也好 政府 單位也好 大家派出代表 坐下來說出一個新的制度 這樣聽得好 就是說一國兩節那句去說出來 但是他實在是不定什麼制度 廣播的制度也不定 就是說希望大家坐下來 來講一個廣播的制度 這叫什麼制度 叫做台灣制 一個中國的台灣制 跟香港不一樣 香港是要堆穗台灣的腳步 正出台灣現在台灣人民 我們所擁有的民主主題 民主法庭 香港在堆 你自己在講自己 放這樣台灣的香港法 是變成香港法 所以蔡總統 你現在賺這十幾% 不用歡喜 不用歡喜最早 到底後邊 你三十幾年 那是青豬不參與 我們青豬如果要參與 你是痛苦到這樣 現在先承你走 現在就說 你韓國會說的 不然你要把台灣帶在那裡 我問勞青豬 不然這樣 你要台灣獨立 你幫我順利 我支持你 台灣都要犧牲多少人 準備要四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 五十萬 要犧牲多少 我們可以得到獨立 這樣我們大家來講 我天理 你幫我順利 青豬那邊說 沒有啦 用到那邊不必 我們只要團結就好了 團結就好了 要怎麼團結 你主張台灣獨立 我就反對台灣獨立 這樣我不用和你團結 你如果不要一國兩座 這要不添幾座 微明幾座 插星微明是叫做 他們說要添出一個新的制度 你如果不要求你共識 沒有 你要怎麼 你跟我說 我也支持 在我們這個節目看 兩年來 他起來我們就要說 我們志祺副英文總統 代表我們中華民國 坐在一起跟大陸談判 中華應該要什麼制度 大家坐在一起說 你不敢說 不敢跟人說 沒有那個規格跟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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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到一國兩座出來 你現在把一國兩座跟九里共識 白作為 你們國民黨在世 你看 你們就是九里共識 你們一直在說九里共識 九里共識就定一國兩座 對方說一國兩座就是九里共識 這樣就是要把國民黨 白擔倒下 這樣去探10% 所以國民黨現在四座 到底是一個上公 還是最後一個不是上公 沒有冠軍悄悄的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蔡英文這兩座 你看我怎麼出來 都不用抹粉 好 真心 競爭到競爭的狗 這樣 豐公到英租犯法 這就是這十幾%的功能 這比你買法總品更好用 你看看 所以大陸這回 是金平這五點 我又好好看下去 他也沒有你說一國兩座 是什麼制度 他說我們未來 台灣你們派代表出來 台六派代表出來 我們大家坐下來說 那麼兩座到底要什麼制度 人家有跟你說像香港這樣 像俄門這樣 沒有 他說台灣我們有軍隊 副總統你三軍的通水 我們中華民國有中華民國的軍隊 我們有我們的主權 台灣佩合金 我們媽做 中華制度不一樣 我們現在要來對談 大家要怎麼樣 中華民國不是叫做中國 不是什麼 一個中國有什麼不可以說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和中國 中華民國跟不是中國 從國以來 中華民國都叫做中國 這樣一國兩座 你全部走到腳尾都領 他 現在又減退救回來 把一國兩座當作富民 你再把九里共識當作一國兩座 這樣讓你 國民黨 我們要跟你商賓 就對了 要跟你幫忙 你也沒辦法 柯比不要說他37% 他就想賣 維持30% 就夠二康二康 這國啟動 國民黨 揣他們門 柯比三腳都有30% 打底 都在爭那最後10% 那10%是關鍵 如果這樣30%幾票 你知道嗎 30%就有400萬票 400萬票 政黨補助款一年 剛好兩億 柯比沒有這條 你當作他還會繼續 提映像台湾 他沒有家 那間現在要賣他們老爸的 家人老爸 土地跟他們老母那間 調得很清楚 現在他要送 就要換他提映他們老爸的 拿新章那出來 所以他要發展組織不可能 但是他既然要著動 就必須南、北、國、地都有組織 要組織就必須有經費 所以這次二康二康算 他未必然就要當選 會調想好 如果賣掉他二康二康還要贏 他這多好 一隻牛要幫你補兩粒 一餘兩吃 好 所以這個樓 他一年一年領兩億 他用這兩億四年八億 剛好開始經營他的組織 這是他們來部在討論 我怎麼聽一聽 覺得這樣有利 這走就定案了 所以現在南、北、二樓 現在你看不出來 我們國民黨跟民進黨 啟動籌算 籌算下去之後 籌算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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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去客戶那裡 可能他就是大陸 就在那個時間點 落選者聯盟 對 所以我認為說剩總統應該認真 你現在賺你民意大附身 這樣你有本錢 有本錢 有本錢 勇敢坐下來 跟大陸談判 代表我們中華民國 坐下來跟大陸說 這樣我們現在可以跟你說 說出一個新的制度 你要記得 是要說一個新的制度 這個制度 令你要叫什麼名字 我們會跟他說 一個中國台灣制 第一個 我先講柯文哲 我覺得當然 柯文哲是什麼強盜銀行 是非常不倫不類的一個比喻 很糟糕 但是 我覺得柯文哲 他這個比喻裡頭 最友善的是大陸 就他把大陸描述成警察 正義的話 把我們當成是強盜 美國也不錯 美國開銀行 開銀行也不錯 所以第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不倫不類的比喻 但我覺得 他要訪美的行程安排 恐怕不是很順利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這葛萊怡又不給他面子 打臉說我哪有要邀請你來 這種字是很不給面子的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忽然發現就是說 他的特別的身分 就過去深綠的這樣的一個立場 選上台北市長 然後在國民黨是非常低迷的時刻 其實對北京來講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政治上面的指標 我是可以充分理解 當時北京給他很大的禮遇 然後柯文哲講了兩岸一家親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對岸其實對柯文哲是很客氣的 美國是對他有一點不假辭色的 你不要以為你也在消消 美國也是你不要以為 你可以像玩台灣的政壇 跟玩北京一樣來玩華府 華府沒有那麼好玩的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現在的論調 他是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人 他說他現在的論調 就有一點比較親中 但並不代表他會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2020親中 他如果去了一趟華府 在華府不知道會講什麼也不曉得 但我覺得他不會在美國吃到太多甜頭 所以我的感覺這就是柯文哲 剛剛在講說這對未來2020選舉 第一個就是蔡英文 我們對蔡英文有很多的喊話 但他不可能改變他現在的兩岸 他在論述 因為他改變的那一天 就是賴清德要出來取代他的那一天 他只要改變了 說我現在接受九二共事好了 我要跟大家大陸談判 他改變那一天就是被 隨便不一定是賴清德 民進黨就很多人要出來取代他 所以他不可能改變 大家我想大家也都同意 但是因為蔡英文最近因為這個 剛剛我一開始有講 志恩也講了 他民調大漲 10%是漲幅很大的 超過10% 但我認為這是他的屋頂 他現在長到30幾%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說實在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就是深綠迴龍 他就綠營迴龍 跟我剛剛講的整個綠營幫他清理戰場 歸於一尊賴清德不挑戰他 都有很大的原因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屋頂 他很難突破4成 這大概就是他的屋頂了 我覺得這對國民黨不一定是壞事 民進黨如果強一點的話 柯文哲就不會這麼強 如果蔡英文真的是姚文智第二 他會比姚文智更弱 柯文哲就會變得很強 這四位打麻將的 就算沒有人相攻 也都是傳統的打法 他不太會有什麼奇怪的花招 就是叫柏萊 這四個人大概就是這種 比較傳統式的做法 不過最近馬英九 我覺得他那個網紅還滿成功的 馬大講 我覺得他的網紅模式 如果說從什麼蘇貞昌 還有那個誰 蔡英文 我覺得網紅模式 我說實在講 還是馬英九那個比較 賣書 賣書 對 我覺得他那個網紅模式 其實是很成功的 不愧是偶像級的這種政治人物 所以我覺得你說未來這四咖 會怎麼樣 當然現在言之過早 國民黨他們也 還言之過早 言之過早 對 這四個人 也不可能像韓國瑜這種 就有這種 不得了的爆發力 你這種期待也不太可能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要期待的就是 蔡英文跟柯文哲要勢均力敵 國民黨 是我們能期待的嗎 到底能不能夠 讓蔡英文跟柯文哲 勢均力敵 如果是這樣的話 柯文哲的華府行 國民黨可能要出點力 幫他安排一下 幫他安排一下 智庫要去找一下 不覺得不好 不覺得不好 會不會 提供它 已經給了一段時間 不覺得不好 那是這段時間 對 發生了 我們有很多人